好 我要协助推广行销瑞穗贺钢文旦幼农产 瑞穗公所将在9月7、8号 一连两天率领40多位的农民 进军到台北的建国花市 来促销展售文旦幼等地方的农特产 那么乡长吴万德说 开拓产销的通路 增加农民的农产收益 乡公所农官客长马正平 向乡长吴万德报告讨论 更再三确认这个周末假期 在台北登场的幼建幸福万德幼农产 展售活动细节 我们113年9月7日、8日 共计两天 在我们的建国花市要卖文旦 乡长表示为了协助农民 推广行销在地 优质的贺钢文旦幼农产 这一次特别选在9月7号、8号一连两天 带领包括乡公所所辅导的 文旦产销班员在内 共40位的农民进军台北 大都会地区的建国花市 进行诱建幸福 即农特产品展售活动 开拓产销通路 增加农民的农产经济收益 乡长吴万德也进一步新销 瑞瑞赫钢文旦又特有的风味 希望乡亲民众多加选购一起过中秋 我们的贺钢文旦有酸带点 酸甘味的口味 矿物质、糖裂、果胶、纤维素 希望台北的好朋友 来到台北建国花市来品尝一下 我们贺钢文旦是很有特色的 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来到建国花市来购买 瑞瑞香公所诱建幸福 文旦又记农特产品展售活动 这个周末假日将在台北建国花市登场 香公所表示 活动当天也将会有 购物满额集点对立 限量赠品、温蛋品尝 以及食农教育闯关等等的活动 不容错过 不仅要让消费者收获满满 也要让农民的订单满载而归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